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三问训 佛三问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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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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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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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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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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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险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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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险佛险佛 Lama Amitofa Lama Amitof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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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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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以此功德 平等是一切 同发菩提心 南无阿弥陀佛 学净土法门必须要有一个特点 这个人必须不好玄妙奇巧 要老实 一个修行人如果还在喜好玄妙奇巧 可以说他很容易受骗上当 他还没有走上稳健的路子 他只有心中踏实了 但这个是不是老参 是不是老修 从这一点都能看出来 当然有的人他就是根基比较醇厚 他就是 这根基醇厚的人呢 你骗不了他 他就是能够老实念佛 这就是他多事的善根 所以念佛的法门呢 不要祈求这个玄妙奇巧 就是老实 但跪老实念 要追求一种花样啊 这个玄妙啊 感受啊 体验啊 开悟了 等等 这个都是不老实 因为我们遇到阿弥陀佛了 你再不老实 你要吃亏的 就好像我们登船过海一样 如果你在海里边自己游水的话 那讲究种种的技巧 披风斩浪 你坐到船上的话 你就老实坐在船上 你就十八般的武艺也用不上了 如果你还不老实 说哎呀 我这样的努力一下 帮这个船 我那样的弄一下 都是白费力气 甚至帮忙帮忙 越帮越忙 帮倒忙 就我们念佛的人 心一定要老实 为什么老实 这是最高 最上 无与伦比的大法 你就是普贤王菩萨 到这里都没有你用武 英雄无用武之地 你只有念 那么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地方 你不老实 是因为你不了解 比如说在太阳底下 我们看见有人打手电筒吗 举火把吗 点蜡烛吗 如果有人做这样的事情 说明他是盲人 那既然是盲人 点蜡烛也没什么意思 那不然的话 你何必点这个蜡烛呢 没有意义呀 这就不老实 显然奇巧 你们要照太阳 我也照太阳 我比你更亮一点 为什么 啪 我手电筒啊 没有意义呀 你也念佛 我也念佛 不过我念的跟你不一样 我会念的怎么怎么样 都没有任何意义 说这些话都没有意义 那当然 在个人念佛的时候 的技巧的使用 还有这个 心的沉淀 我念这一方面是有不同的 有的人会心比较静定 有的人会比较散乱 但不于这个高慢于人 你看我念佛比较能够入定 你看你散乱 不于高慢于人 也不因为这一点呢 觉得悲下于人 哎呀那我念佛 你看他念的 我这样可能往生不定吧 不要这样 既不高慢 也不悲下 因为根基各个不一样 当然如果你能够稳定的 静默的 恳切的 一句句的念 这个你自己的觉受呢 会好一些 但对往生来讲 就是不增不减 所以这样即使我们念的 没有达到 怎样的专心 专注静定 心里仍然是安稳的快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想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